内鱼的明星无数出名的明星也不少 但要说起路人员那可是天差地别 有些明星连黑料路人员极好再扬声一片 而有些明星的路人员却差到了极致 内鱼就有几位万人神的明星 这里是八爪鱼天天爬明星拯救不开心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内鱼那些造万人神的明星吧 天天爬明星拯救不开心 4000年美女居静一这些年也是个话题人物 她身上的讨论点总是很多 比如她的脸蛋变化时 从最初的1.0到现在的3.0可以说是质的变化 不过动脸在娱乐圈已经不算什么罕见事了 只有美商在线就行了 居静一口悲差的原因在于她实在是有点做作还有点假 比如在某综艺中居静一画着精致的裸妆出场 然而号称自己是素颜 再比如她吃一口面包要叫几十下 也是堪称名场面 让网友们大为震撼 在某综艺中杨迪爆料自己在车上问居静一今年多大事 居静一称自己没有算时间过得很糊涂 杨迪更是爆料 今年甚至有一次他不清楚今年是2012年还是2013年 居静一直接说出天哪 而正在用餐的周深则疑惑的说 看得出周深是很疑惑了 毕竟一般人真的不会像居静一一样 都已经2020年过去七八年了 还以为是12年或者13年实在是离谱 对于居静一的此番言论 网友们炸开了锅 大家都称居静一是在立百吃美人人社 还有网友八批 称居静一是2013年11月份才选拔成为练习生的 这件事算是他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不知道这一年的年份实在太假 还有网友八出 居静一在微博里发过很多年的微博 还曾发布2019白了年累 说明他是知道年份的 但却要在节目里装不知道就很迷惑 不止如此 居静一在某节目中还直言自己不会做饭 这是第一次做 当时他连拿个菜刀都拿不动的样子 学了很久才勉强使用菜刀 看起来真的像是个做饭小白 在节目备菜时 居静一还感叹切菜好难 并且做出了弹倒样 谁料随后便被网友扒出 居静一在三年前参加某节目时 就展示过自己的厨艺 当时他刀法流利 动作娴熟 看起来很会做饭 没想到三年过去了 他又声称自己是第一次做饭 难道厨艺也会凭空消失 更夸张的是 在综艺中 居静一突然用手扶着桌子 往后亮腔了好几步 仿佛撞到了灯 他亮亮腔腔的动作 看上去撞得十分严重 然而那时候 他的头还没撞到灯架啊 手就先神术符额 灯架也没有晃动 这是会未卜先知 网友直接吐槽 拘禁一是装加假加做作加说谎 五张大大 提起万人闲的明星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张大大了 要说起来张大大的黑料真的是多 而且都不是捕风捉影 全是他自己在综艺中时的是说出来表现出来的 当初吴振宇带着儿子翻门上爸爸去哪儿 翻门眼睛受伤被确诊为视力永久性伤害 吴振宇表示后悔参加这个节目 张大大却公开对吴振宇玻璃心 难道父母新的孩子也有错了吗 在某综艺中 张大大更是伸出揽花指说 要弄死王宝强 看他的表情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参加某演技类节目的时候 张大大演得太差 被评为耳朵声吐槽 把戴着口罩的科学家演成了小偷 张大大立马开始各种找理由 吐槽节目的赛制为自己的演技差推辞 所以当我看到我的剧目选择 就是我感觉我要窒息了 而别的选手在被点评之后 都会虚心接受高下立线 参加某喜剧类节目的时候 节目组爆出问题 让大家选择坐飞机去录节目 还是坐高铁 所有人都想坐飞机 而秦宵贤成了坐高铁的人选之一 他需要再选一个同伴一起 这时候张大大立马嫌弃的躲到一边 浑身写马了拒绝 搞得秦宵贤十分尴尬 张大大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不懂感恩 他和杨迪魏大勋一样 都是谢娜的徒弟 在走红的过程中 获得了谢娜的不少帮助 但走红后 张大大却称是靠自己 反观杨迪 他在各个类节目中都在感谢谢娜 连他的父母都相当感谢谢娜 情商低不懂感恩 乱说话 张大大的的问题真的不少 也难怪不少网友都非常烦他 四 远轩山 明星的无知和为所欲为的态度 实在让观众难以接受 在一期巧手神探中 文物修复老师刚讲解完文物 并表示拿起文物来一定要用手托着 以防出现意外 袁轩山就徒手拿起 把老师的话当做耳旁风 瞬间老师的脸都黑了 看到袁轩山若无其事得到态度 连一旁的杜海涛都害怕的用手做掩护 而更过分的是 在提醒文物上有裂痕可能会断掉时 袁轩山还是毫不在意 表示坏了老师还可以再修复 对文物应该有的敬意 袁轩山完全忽略了 同时也意识不到修复文物是一件多么耗费精力和体力的事情 文物的每一次折损都是我们文化研究上的重大损失 这样不尊重文物和文物修复师的行为 难怪会被网友数了 只想说有些明星不活都是有原因的 在某乎有一个提问 为什么范甜甜这么讨厌人 一个高赞混搭 这种人能走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居然让一个泼斧腥风作浪 抛开奇葩说的辩证需求 范甜甜真人生活里是充满了优越古早兼酸刻薄 他把一道明星蹭饭的节目活生生拍成 明星下凡人间零行素人 被网友笑称也来了快开饭 他把一道明星交穿搭的综艺 活生生拍成明星坠落凡尘 对着素人以止气势 甭管你是博士硕士都是一顿数落 两档节目的播出揭开了范甜甜的真片幕 到了综艺里 我们的范甜甜女士依然是初心不改 优越境险 上场前几次提醒自己是来自上海 上台后还要对着观众终点强调 即使对着郭德纲也要加一句 咋的 上海鸡在喜剧方面有特权 周立波现在还好吗 二 孟美琪 孟美琪最火的那一年 还是和杨超越一起参加创作101 和一群热爱唱歌跳舞的女生们组团出道 成为火箭少女101成员 并且因为业务能力成为队长 占据C位 节目里 节目外 和队友吴轩云营造的姐妹情 都是让众多网友看到她担当的一面 就是这样一个又哭又撒的美少女 却被人曝光坐实了知三当三实锤 除此之外 更有知情人爆料 她特别麻烦 而且经常耍大牌 在拍摄《我心飞扬》期间 就被工作人员匿名爆出 她其实一直用的是替身 自己三天之内只拍了四个镜头 剩下居然全部都是替身来完成的 还有的路透剧爆出 孟美琪甚至看起来还没有替身状态好 和孟美琪合作过的工作人员都认为 她没有基本的职业送养 喜欢耍大牌 而且孟美琪高容的态度对待所有人 确实让人感觉到非常不好 之前就有狗仔拍到孟美琪拍广告的时候 因为在转场的期间 工作人员让她稍等片刻 她就非常不高兴 冷脸的呵斥工作人员 看起来婉然一副小太妹的做派 让人接受不了 孟美琪之前拍戏的时候 让全组的工作人员 从凌晨等到后半夜 只因为她在外面吃火锅 一 刘昊存 刘昊存可是近两年封口唠尖上的人物 作为某女郎 刘昊存从一出道就自带讨论度 谁说大家对她是充满期待的 然而现在才短短三年 她已经混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 刘昊存因为主演一秒钟正式进入演艺圈 虽然到现在才短短两年 就已经主演了《送你一朵小红花》 《悬崖之上》等多部电影 合作的都是易烊千玺 张艺成龙等大派演员 可以说资源简直是好到逆天的程度 网友们都忍不住调侃 刘昊存是不是救过张艺谋的命 正是因为刘昊存的资源如此之好 再看她的那些争议点 才更加让人感触 给人一种德不配位的感觉 围绕刘昊存的第一个点 就是瘫痪女童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七岁女孩 在刘昊存父母开办的舞蹈学校 学习舞蹈时 因教学训练不当 导致下半生瘫痪 下半生只能以轮椅为伴 然而当女孩的父母 打官司胜诉后 刘昊存的父母 却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 拒绝执行赔偿 直到18年12月 刘昊存的父母才赔偿完毕 至于为什么 有网友扒出 这个时间点 正是刘昊存拍完第一部作品 准备进娱乐圈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真是相当微妙了 刘昊存的父母车没钱 连他还小女孩 一天50的营养费都不给 然而刘昊存却从小就去北京上学 带奢侈品 更讽刺的是 刘昊存走红后 竟然参加了蝉联晚会 为残疾人朗诵 如果说这件事情 是刘昊存父母的锅 那其他事情 就是刘昊存自己作出来的了 再被问到 认为自己算不算有天赋的演员时 刘昊存相当自信的反问 怎么不算呢 那小表情 又得意有自信 简直了 然而提到张艺 易烊千玺等演员 刘昊存却评价 他们是努力型演员 在提及被批评时 刘昊存则表示 可以说 刘昊存的迷惑言论 简直数不胜数 如此种种 让刘昊存的口碑越来越差 网友对他的抵触性 也是相当强烈 春节党他主演的电影 一上线就被骂惨 有网友直接嘲讽 哈哈刘昊然 沈唐已正 都比不上一个刘昊存 可见刘昊存的口碑有多差 不得不说 群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这些被嫌弃的明星 真的是自己做出来的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讨论哦 我们下期影片 再见啦